有没有这么诡异 林秉书买画买了这么多幅 但是买了不把画拿走吗 这是有名嘴的私生媒体人的爆料 就是黄瑶明他爆料 有这样的情形吗 艺术家H的身份又是谁呢 先来看看 这个黄瑶明他在领书发文 他说波机解密的时间来了 他说2020年8月 林秉书在大观艺术空间 指定要购买 徐悔之这个艺术家的画作 买了四幅 而且林秉书汇款之后 钱给了画不拿 徐悔之也已经拿了钱 但是画作就一直放在画廊一年多 有没有人这么阿萨利 这个把钱给了 但是不拿货的 有这样吗 现在画廊很担心交易设计不法 说画作已经寄回给徐悔之 这是黄瑶明他的爆料 被影射的代号H画家徐悔之 他是诗人兼艺术家 是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 人脉关系非常的好 举办了多场的艺文 镇商名人都有参加 儿子还是创作歌手 不过他严正否认 不知情到底是谁买了画 认为名嘴是捕风捉影的纠缠 不过黄瑶明也说消息来源还透露说 因为这个林秉书常常买徐悔之的画作 而且从来没有领取 所以他呼吁检调应该要查办 不过他也强调澄清说 没有说徐悔之先宣洗钱 只是强调自己的交易模式 觉得很诡异 现在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提供给徐晓星来做稿发 是为什么我要现在把这个身份揭露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我从一开始 我用所谓的匿名的方式 去把它把这个交易 诡异的交易描述出来 检调完全没有 我一直都说检调只要需要 我都愿意把我相关的情资提供 到现在第六天了 没有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加上上礼拜因为徐晓星 抖内的直播这个案子 是徐晓星去告了之后才开始动 那我就想说好 那你也报一下 对 可是你又不能去告 然后他们两个 对 所以我就说好 那由这个明代来去做告发 因为是洗钱防治 它是属于公诉罪 如果今天涉及这样的一个 罪行的话 由他们来去做告发 那我们把情资提供给他 所以今天徐晓星是有到 台北市警局有去做报案 今天 今天已经报案了 今天傍晚已经有 我这边 我刚刚有贴这个三连丹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报哪一个部分 就是抖内恐吓那个 就是他金流的部分 就是那个买卖画作的部分 这是可以看到徐晓星 徐晓星他去报案 他说媒体人黄昌明怎么样 以新台幣15万元 买四幅画作 怎么样怎么样 好 基本上 这个是三连丹 对 先从警方去报 为什么 因为他怕检方吃案 因为他们已经去 你知道他们已经去北检 告发过一次 北检告是告明细表 对 那时候是讲说他的金流 要去查金流 对 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 是要查金流才能查出来的 而且我们是明确告诉他 有一笔交易 所以他现在是说 先透过警察 让他留下记录 然后再去一步一步查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去查 先找警方 比较远的路 但是这个案子他吃不掉 就是说让他留下一个记录 可以去查 这是比较远的路 好 所以今天为什么 要把这些资讯都揭露 就是我们必须 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资讯了 你要查真的查不到 剩下就是剪掉要去查金流 才能查到的东西